小孩失控 你看一下 硬邀二度担任企业大使的SHE 这天抽空拍摄的公益广告 在广告中SHE初次挑战扮演奶妈 照顾一岁大的小奶蛙 决见在拍摄过程SHE手忙脚乱的帮小baby泡奶换尿布 极尽所能的逗她开心 没想到小baby却不领情 狂哭喊着找妈妈 让SHE手足错直冒冷汗 一波又贫一波又起 你看她说拍广告就是动物跟小孩最不好控制 然后我们就真的遇到这样 可是反而真的pinkie还蛮好控制的 动物和狗还蛮好控制的 比小孩好控制 同样的情景一个床 然后我们把pinkie放在上面包尿布 她顶座挣扎一下就呃 然后她就乖乖的 然后小baby不一样 她就一直要找妈妈 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 而且手一直直着那个妈妈的方向 然后妈妈又不能来 妈妈很心疼 看了就觉得好像快哭了 而且我就觉得很难哭 因为她哭得真的很可怜 SHE首次在荧光幕前 当奶妈却一波三折 Elra和Selina忙着哄小baby 而在一旁手足无措的Hibby 开玩笑地表示要使出杀手剑 我们好像先把它哄睡 先把它哄睡吧 然后再抓后面 应该是哄睡 真的哄睡还是打麻睡呢 还是打婚 哄睡啊 打麻睡很可怕 哄睡然后就拍睡觉的画面啊 打麻睡以后是做肠胃镜 小孩是做肠胃镜 此外 昨天刚好是Hibby的生日 因此大家也好奇 一向低调的Hibby如何度过 好 这有去庆祝一下啦 比你喜必生日吗 大家知道 而且最恶心的是 庆祝根本不是我说要庆祝的 是她一直在片场 只要说 诶 等一下收工去 而且她还挑自己喜欢吃的餐厅 我满星期待整天都不吃东西 只会是那一餐 对 很滑 然后一去就饥饿抢劲她风头 对啊 而且还叫服务神高 还要生日快乐 我还说 Lina生日快乐靠生日快乐 而且我说她收的礼物 全部都是我所有送的 大家买给她 其实是我自己喜欢的 除此之外 最让Hibby开心的莫过与偶像 王力宏也隔海献上祝福 是的 对啊 我有听说啦 哇 好不错 哇 祝福满满的喜悲 哈哈哈哈 满满满 跨海来的哦 好像是记者告诉她说 就是她的小爱人 哈哈哈哈 你很想念啊 没有啦 她说她的小歌迷 Hibby世间生日 你会不会祝福她 然后她就祝福了我 我就觉得我比其他歌迷还要幸运 就是我获得了我偶像的祝福 这样很爽 对啊 杨依华 李敏萱采访报导